消防車裝車cam 劃成檢控車主證據 要瞻前顧後的又怎知貨櫃車 平時一樣在路面行走江湖的還有他 駕駛這架消防車衝鋒陷陣 救人要緊 不過有時候太急都會遇上意外 原來去年消防車已經造成400宗交通意外 幸好近年俗稱車cam的行車影像紀錄器大行其道 消防署昨天公布展開為期半年的行車影像紀錄器 首階段試驗計劃 分別為六部五款消防車裝車cam 而五個對街鏡頭亦會分別裝在前後左右 其實系統上的鏡頭是可以令到在駕駛時的慢點減低 令到行車更加安全 因為消防車去緊急事故現場的時候 如果有其他路路使用者是不讓路 而導致有特別要的移動的話 我們拍過的影像也可以交給警方作為調查之用 其實讓路給救援車輛去救人是良好市民應有的意識 相信香港人都會做的 我們看到啦